1973年,毛主席专程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叫到中南海下棋 对局开始之后,毛主席只移动了一步棋 就使得许世友蹭着站起,背后冷汗直流 还立刻诚惶诚恐地给主席敬了个礼 那么毛主席走的这步棋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为什么会让许世友如此慌张 1973年,毛主席让秘书电联许世友 希望能来中南海一叙 当收到消息后,许将军马不停蹄赶来 正准备询问所谓何事实 主席却一言不发,让工作人员将象棋摆好 随即示意二人先下一盘棋 按照我国象棋的规则,红色的一方先走 而许世友恰好是直红棋 作为革命时期的老将 对于这种培养作战思维的游戏自然无比熟悉 立马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了一步 谁曾想,主席看到后毫无反应 发射